昨天的课程我给你讲了伟大行业平庸投资的心酸故事 今天咱们讲点喜气的 讲点那些长期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投资标的 现在我跟你说有一只股票 你太爷爷在1926年的时候在他身上投了10美元 然后把每年的分红再投在这只股票上 那么2021年底你猜这10美元变成多少 1340万美元 换句话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年百万倍股 作为对比 传奇的可口可乐是百年50多万倍 还有如果当时把10美元投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 那现在是14570美元 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种感觉 老师是不是在跟我讲当年读者里面那种鸡汤故事 强调富利的奇迹 不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是一家真实存在的美国公司 按照沃顿商学院希格尔教授的说法 从给投资者赚钱这个角度来说 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跟他弊美 那么这个历史第一牛股到底是家什么公司呢 聪明的你猜猜看 科技公司 金融公司 还是石油公司 都不是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奥迟亚 是一家烟草公司 很多中年男士爱抽的万宝路 就是他们家的产品 说实话 这个数据拉出来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你想想 过去一个世纪 创新进步 科技发展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星辰大海啊 但居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投资回报率 高于这家烟草公司 而且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 美国烟草行业已经衰退几十年了 现在美国的吸烟率 还不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半 人口增长是远远不能够抵消 吸烟率下降带来的影响的 实际上如果你看消费量的话 美国的香烟消费总量 在1981年的时候已经到达顶峰了 之后直线下降 2013年下降了60% 未加工烟草消费 总值下跌的更多 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 已经下降了80%以上 那有熟悉烟草行业同学可能会问 那是不是因为香烟的价格 比物价涨幅要快呢 的确 香烟价格涨幅是物价涨幅的五倍 但这主要是为了抵消烟草税 烟草税这些年是一天比一天高 在美国的一些州 烟草税占了销售价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多 所以这才是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一个西洋到不能占西洋的行业 为什么会有这样惊人的回报率呢 好 坐稳了 下面要跟你讲的真相 非常的反直觉 第一条原因 因为烟草行业极度政治不正确 很多同学都知道 在美国烟草股和赌博和枪支一样 被称为Singstock罪恶股票 意思说这个行业是有原罪的 因为吸烟有害健康呀 而且过去几十年 烟草行业是面临持续的起诉 所以大多数的投资者 他是不愿意跟烟草行业沾边的 很多养老金的机构甚至是被禁止投资烟草行业 好了 正因为需求的低迷 所以烟草股票的估值通常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这个股票 你是用很低的价格买入这个股票的 那好了 估值水平不高 但人家利润水平高啊 所以呢 这个股票是持续数十年的高分红 给投资人带来了超级丰厚的回报 我用一个特别通俗的比喻 这就像你在跳蚤市场买了一个持续下精淡的鸡 属于躺银 换言之 长期维持的低估值和高分红 使得这只股票的超额收益率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 而且越往后走 累计的回报率就更高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为什么我说奥驰亚成为牛股的第一条原因 就因为它政治不正确 因为烟草股在美国政治不正确 所以需求低迷 估值炒不上来 但是香烟企业利润又好 分红又高 赚的钱多 买的价格低 自然回报率就高 反而是昨天课程里我们说的 很多正能量拉满的行业 它反而容易被市场炒得大热 估值水平居高不下 长期下来以后 超额收益率归零 甚至会转富 那这是第一条 那第二条呢 因为烟草行业毫无创新 这些年我们最爱的就是创新对吧 因为创新它会带来新产品 新市场新未来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 创新的另一面其实是破坏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比特 曾经用过一个词 破坏式创新 就描述了新产业 新技术的崛起过程 这些创新 它会挤占旧行业 旧技术的资源 然后呢 甚至会导致他们消亡 还记得昨天的例子吗 光复行业 更新换代 让万亿产能瞬间一文不值 电子产品的消费者喜新厌旧 让企业不得不 马不停蹄地推陈出新 所以整个行业 你得不停地烧钱做研发 快速地推出革命性产品 这当然是全社会的福音 但你要从微观视角来说 一家公司 它能够连续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都踏准时代潮流的概率 真的很低 像基业长青的台积电 德州仪器 阿斯麦 它真的只是极少数 你去想想看 从伊莫斯 横溢 到东芝存储 市场对一些 曾经结束的创新公司 一样是残酷无情的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行业 很少有一家公司 能够存活十年以上 而烟草公司不一样了 一百年前 人们抽的烟 和现在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所以奥迟亚 它常年生产同一个产品 现在的产品和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都没什么两样 他们不创新 也没有必要创新 这是一个无聊的守旧行业 说到这儿 实际上我觉得挺没劲的 但是你一看到它的收益率 又觉得从赚钱的角度 这样的无聊和守旧 其实对投资者也挺友好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行业的浓头企业 往往是真正的市场长青数 能够几十年 甚至几个世界不倒闭 奥迟亚公司 在八十年代 凭借万宝路品牌 成为全球第一大烟草公司 当时它在美国市场的 占有率是50.5% 光万宝路一个品牌 就占到37% 现在四十年过去了 万宝路依然占据着垄断地位 在美国香烟市场的 占有率高达41% 比排名其后八个品牌 市占率的总和还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奥迟亚的统治地位 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进一步提升了 更重要的是 奥迟亚不需要为了维持 这个统治地位 投入巨大的资本开支 研发费用 或者巨额的广告费 更不需要发起价格战 去跟竞争对手抢份额 同学们 这就是二级市场投资人 梦寐以求的护城河 所以在行业直线下行的 大背景中 奥迟亚的盈利能力 反而不断上升 净利率从1970年的5% 达到2018年的55% 有的同学 可能对55% 这个数字没概念 我给你点数据 最近十年 美国前100大公司 平均净利率是8% 部分垄断型的科技公司 微软 苹果 阿斯麦 英特尔的净利率 可以达到20%到25% 像辉瑞 可可可乐 这些大家印象中的 印钱机器 净利率都不到20% 这上面的这些企业 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 是垄断了其所在行业 利润率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 这样一比较下来 你就知道 20%要55%的净利率 是绝对暴利 所以你发现了吗 一只超级大牛股 很多时候 其实不需要 动辄翻倍的利润增长 也不需要爆发式的行业红利 只需要长期稳定的 投资回报率 以及在行业中稳固的地位 这样就能够不断的滚雪球 扩大优势 最终维持长期稳定 创造奇迹 这里我要给你敲个黑板 长期稳定稳固 这是几个关键词 你用这几个关键词 按图索记找行业 就会发现这样的公司 通常出现在没有创新 看重品牌力 格局稳定的行业 比如烟草 手提包 饮料等传统行业 好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您说这是美国 那我们A股能不能找到 自己的澳池亚呢 聪明的你应该想到了 A股中和澳池亚 最相近的公司是谁 对 贵州茅台 茅台和澳池亚 一个生产酒 一个生产烟草 这些产品都有一些特性 第一 饱受争议 第二 拥有众多的粘性客户 第三 都定位在最高端的赛道 看不到竞争对手 而且呢 在需求端 两家公司都会不断的 被投资者质疑 比如说Z世代是不喝白酒的 茅台的用户量会下降 但是你想过没有 澳池亚的需求已经下降40年了 但盈利能力反而在不断上升 而且实际上 烟草行业在美国和白酒行业在中国面临的 不管是政策还是社会压力 它其实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在美国烟草行业已经有数十年不允许被打广告了 在健康方面的诉讼赔偿呢 也是天文数字 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 澳池亚成为一直百年百万被股 但是这里我又要敲一下黑板 就你两点需要考量 第一 行政力量在中美两国股票市场上的影响力 不可同日而语 茅台啊 五粮业 这些高端白酒呢 都是国有企业 它除了企业的经营性目标外 利润的分配上 你是需要服从和配合国家战略目标的 所以政策这个变数啊 你一定要放在长期投资中考量 不能够简单的同日而语 第二呢 在中国白酒不算新stock 澳池亚的高额回报中 其实有一个要求呢 是低估值 但是在缺乏优质标的的A股市场上 茅台和高端白酒们 却已经被追捧多年 估值实在算不上低 这也是需要进入我们投资考量的地方 最后其实我特别想感叹一句 1900年以来 咱们全世界的创新层出不穷 无线电 飞机 青霉素 计算机 火箭 试管 婴儿 基因治疗 这一切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轨迹和命运 但是在股票市场上 所有的新技术 新行业 通通败给了一支有害健康的香烟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投资 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了 这是今天的内容 我给你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 美国的烟草行业 一方面因为政治不正确 导致了长期低估值 另外一方面 由于产品缺乏创新 看重品牌力和行业格局稳定的特性 形成了很高的企业护城河 进而带来了持续的高回报 最终使得头部企业的超额收益率 维持了很多年 第二 把以上逻辑运用到A股市场时 要考虑到差异性 还要结合企业的当前估值和行政力量的影响 进行考量 好 跟平时一样 最后要给你留下两道思考题 第一个 你觉得除了茅台以外 A股还有什么和奥特亚类似的行业和股票吗 第二个问题是 你觉得今天奥特亚的故事 对你的个人职业生涯有什么启示呢 我建议你不妨结合这两年 求职市场上的很多新动向和新趋势 来进行思考 好的 希望你能够开动脑筋 把你的回答和动场放在留言区 跟大家一块分享 今天我想跟你讲讲资产泡沫 泡沫真的是资本市场的万金油 你去看 不管哪个时间 只要某个资产表现的比较强势 市场上就会出现泡沫论 像房价泡沫已经是持续了十几年了 这两年是比特币泡沫 那今年春节以后 A股市场 新能源就一直独秀 尤其是动力电池的全球老大 宁德时代 更是炙手可热 有多热呢 上市三年 涨幅是20倍 市值是破了万亿 老板成了香港首富 2021年的11月 宁德时代还取代茅台 成为了基金持仓中 比例最大的个股 它的上下游企业 都被尊称为宁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市场 很多人就会在问了 宁德时代 是不是有泡沫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得弄清楚一个基本概念 到底什么是泡沫 在资本市场呢 我们通常有一个默认的原则 就是当一个资产的价格 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的时候 那资产就存在泡沫 内在价值 我们之前说过好多次了 就是未来所有现金流的贴线之和 你像塞斯卡拉曼也是被誉为 继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之后 第三代价值投资大胜 他呢就干脆认为 凡是不能带来现金流的 都是投机品 你必须找到内在价值作为锚 你才能够知道一个资产有没有泡沫 当然这个观点目前来看 是比较值得商榷的 但是赛神呢 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工具 就叫估值锚 那利用这个工具呢 我们在面对看似泡沫化的资产的时候 决策就会更加理性 那在股票的二级市场上 我们最常用的估值锚呢 就是PE市盈率体系 所谓市盈率就是每股的股价 除以每股的利润 这个数字的意思是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和盈利水平 这笔投资咱们要多少年才能回本 比如比亚迪 目前的市值是8340亿 今年的利润呢是47.8亿 那么假设未来利润不变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需要188年收回成本 所以就说市盈率是188倍 那市盈率反映的是资产价格的水平 你不能说估值合不合理 比如说你要盈利增长快 当然估值就要高 而盈利增长慢的估值就得低点 这意味着呢 我们还得继续细分下去 好 首先我们来看那些盈利模式比较清晰 一般来讲也就是那些比较成熟 处于生命周期后段的行业 这些行业我们可以直接用PEG来计算 这里的G就是英文的growth 增长的意思 大白话来说 就是看究竟是价格涨得快还是盈利涨得快 你要是价格的涨幅超过盈利的涨幅 那就不划算 要是价格虽然涨了 但是盈利涨得更快 那就划算 说个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 我有时候会觉得这跟给员工大幅涨薪划算吗 有点类似 如果给这个员工涨薪实现的业绩提升 比他薪水涨得还快 那肯定划算 那反之就是赔本生意了 好 咱们还是回到股票 那怎么算PEG呢 就用市盈率除以公司未来三到五年的 每股收益符合增长率 比如说一个股票当前的市盈率是20倍 那未来五年 它的预期的每股收益的符合增长率是20% 那么这只股票的PEG就是20除以20等于1 那按照投资大师彼得林奇的说法 你什么叫定价合理 定价合理就是市盈率和收益的增长率 你要相等PEG等于1 PEG大于1 那就是现在的市场价格被高估了 要远远高于1 那就算泡沫 但如果PEG小于1呢 那就是股价被低估 算是价廉物美的一个投资 所以现在市场一般会认为 对于那些生命周期中后段的行业 地产啊 家电啊 化工等行业 你用PEG估值就足够了 PEG等于1可以作为估值的毛 那偏离多少算合理呢 很多投资的教材会告诉你10% 但是我觉得凡是这种普世性的数字 你都要小心对打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市场情绪 在牛市的情绪里 大家对估值的预期普遍乐观 反之呢 熊市的情绪 大家对估值偏高的容忍度就很低 2021年春节后呢 A股市场部分行业情绪就特别高涨 比如说化工 这是一个典型生命周期后段的行业 但是呢 由于受到大宗商品涨价的影响 2021年的整个化工行业反而亢奋的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超过10%的偏离 肯定是被市场认可的 这是市场情绪 另外一个呢 就是前几天课程里 我跟你讲过的市场超低利率 你好一点的资产普遍都贵 所以当下大家对偏离度的容忍 其实是更高的 好了 说完了成熟行业 我们再来看那些不怎么成熟的行业 比如像宁德时代这种新能源啊 半导体啊 创新药 这些行业都处在成长的早期 那你怎么估 因为人家还在长身体 后劲可能在后面 所以PEG的G 也就是成长的预期 你很难准确预估 更何况这些行业里边 还有很多公司在亏损 所以你压根都没法计算PE和PEG 2021年8月初的时候 宁德时代就创下了 571元的股价新高 那这个估值怎么算出来的呢 当时就有分析师去做事后论证 说这是以2060年 宁德时代的业务营收来算的 这件事情当时在市场上 就被传为冷笑话 为什么 因为从历史上看 很少有科技公司 能在那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竞争优势 更何况 2060年主流电池的技术是什么样子 目前估计连最顶尖的科学家 也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 所以用40年这样的周期 来作为估值毛 很有点拎着头发上天的感觉 那对宁德时代这样的公司 到底该怎么估呢 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假定 企业在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以后大达成熟期 然后估算利润 第二步呢 再用PEG给予合理估值 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投资期限 你持有个三到五年 就算是很有耐心的中长期投资者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五年 来给宁德时代定个锚 首先呢 我们来估算宁德时代在五年后的利润 我们知道咱们中国政府呢 对电动车行业是有规划的 2025年的时候 要求电动车要有20%的渗透率 那现在的汽车市场规模呢 是3500万辆 电动车呢 就是700万辆 那么可以顾得乐观点 可以算到800万辆 而且一般认为啊 中国的电动车呢 占全球市场的一半 那么2025年 全球电动车的市场规模 就是1600万辆 好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看会宁德时代 现在宁德时代的市场占有率是32% 我们假设它按照现在这个速度继续攀升 那2025年的时候呢 市场占有率就到50% 也就是给全球一半的电动车提供电池 那利润会是多少呢 384亿人民币 好 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算术题啊 我把公式放在文稿里 你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去看 好 现在我们知道利润是384亿人民币了 接下来我们假设 宁德时代在2025年的时候 已经逐渐到了成熟期 PG呢 应该接近于1 然后再假设 从2025年开始 宁德时代仍然能以30%的年增长率增长数年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市盈率是30 也就是说2025年的时候 宁德时代的盈利应该是384亿 30倍的市盈率 接着我们就马上可以得到 2025年宁德时代的合理估值是多少了 1.27万亿 而当前宁德时代的市值是1.6万亿 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当前的估值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透支了宁德时代 未来继续向上的空间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答案 宁德时代有泡沫了 会有两种回答 保守派的回答是肯定的 有泡沫 为什么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宁德时代的市值水平 已经透支了后面四年的向上空间 你看中间我们几个估算 都算是建立在几个很乐观的假设基础上的 比如全球1600万辆新能源车 宁德时代当时的占有率达到50% 又比如说从2025年开始 宁德时代还能够继续 按照30%的年增长率往上增长 中间任何一个假设落空就完了 而且即使假设全达到 也意味着你后面四年不赚钱 这是一派的观点 那激进派的话呢 会坚决的否定这个说法 他们会认为没泡沫 为什么 第一 电动车的发展一日千里 一定会更快的占有更大的市场比率 第二 现在企业的头部效应如此的强 宁德时代完全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然后呢 获得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 第三 现在的电池技术日新月异 所以宁德时代完全可能实现 非线性的快速增长 更何况呢 宁德时代现在是积极布局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未来的增长点根本就不仅仅是动力电池这一块 而是更具有想象力的储能啊 智能电动化等业务 好了 说到这个时候 聪明的你 你觉得谁对呢 现在你会发现有点挠头 对不对 好像两边说的都挺有道理 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任何一种估值的方法 重点在估就是估计 所以每一步都包含有很强的主观判断 比如说2025年这个时间点的选择 比如说宁德时代届时的市场占有率 利润增长率 而所有的估计其实都是根据历史数据来做线性外推的 但是在一个外申冲击和变化很大的时代和行业 线性外推向上和向下的误差都可能极大 比如说电动车的渗透率 跟能源技术的研发进展是密切相关 而且也跟全球政策的协调是密切相关的 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外申的变量 你根本就控制不住 说实话呢 今天这一讲 其实你可以结合第三讲 第六讲和第七讲的内容来整体思考 几年前咱们全社会就流行一句话 未来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大家当京剧听着 现在这个事情就真真切切的落实到资产的决策上了 所谓的毛就是确定性 而资产价格那个估值的毛 现在就是在松动中 不是没用 而是整个周边的土壤已经变得有些脆弱了 资本市场现在越来越依赖信念 那宁德时代有泡沫吗 就看你的信念到底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了 所以我有时候回想 巴菲特和芒格最大的智慧是告诉我们 投资它其实不是学院里的算术 而是一门关于常识智慧 更重要的是关于人性的一个艺术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给你简单的小结一下 第一 一般认为一个资产的价格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的时候 就存在泡沫 现实中呢 我们经常用PE和PEG的指标来进行估值 第二 在一个外申冲击和变化极大的时代和行业 线性外推向上和向下的误差都可能极大 所以资产价格估值的毛在松动 资本市场估值越来越依赖于投资者的信念 第三 估值毛的计算是一门科学 但背后的假设则是一门艺术 好 和平时一样 课程最后还是要给你留下思考题 今天我想问你的是 结合你的个人特质 还有你对行业的理解 你认为宁德时代的估值有泡沫吗 给出你的理由 那你觉得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没有什么跟宁德时代类似的资产 希望你把你的思考和动场呢 放在留言区 跟我们大家一块分享